富庸鸡片是一个传统鸣菜 它的质地是谁的?鸡人 每一款大刀 我不看你叫火中取宝 大师的菜加上味 我是李德夫 富庸鸡片应该是北方菜 也就是摊到空师傅 空师傅就说的 当年成都有一家北洋餐馆 冬青云 其中把它调成酱子以后 咬一瓶就顺着锅边下去 活动三年 参加工作难度大 一般还不敢弄这个东西 过去那些老木鸡是好点 与它紧张一点 倒杯重 反复重 这边重复重 这边重复重 然后把鸡剔了 鸡剔干净了 把它再炸一下 使它的肉质不松松 烂 很细腻 你如果没有松松 你看到也可厉 对吗 一个鸡豆花 鸡脑和富庸鸡片 这三个都是同样的菜 它的操作这个过程 都差不多 只不过你要掌握它的水分 水的比例特别是鸡朵 稍微多了点 全几腹 水要慢慢加 加一点餐进去吃透了 再加 再吃透 加鸡蛋鲜 主要是增加鸡的鸡胜味和冷度 可以一颗鸡 有碎的鸡 小 碎的鸡胜 小小的鸡胜 小小的鸡胜 小的鸡胜 水润是关键 水润是关键 水润的分量 起一个包裹在那里做 夹多的鸡胜 它那个都已经老了 看到一形态就差了 在烤的时候 一烤好 就要紧续动它 这个菜说起来 包括在成都地区 它有两个方法的统治方法 但指着成效来讲各有区别 各有时 主要 一般整个一划就划了 基本上有四身有无量 它编织了几种长层 或者中间口也大 然后切到丁烤之后 切到串子一串它就熟了 很快 它很薄的 这个叫葱 颜色可以 油来稍微酸一点 另外就是碳 这个碳蛋皮 这个只是一种半成品 最好要成菜 还要混 要不然炒了它就透手了 蘸盐 有点腐脚粉 有点料酒 把它嵌扯去 把它混进去 有几颗 可可就有韩香味 就要吃了嫩嘛 化炸嘛 露三年十六岁 初中平均的 九二半年之后就能复义三年 特别说中国师父 这个办事是我们整个饮食公司 正规办事的衣食 就包括现在 所以我们串老会的有名人 叫玉仁山林拜的 大概就是二三十个人 包括我 正式出轨的时候 我在尽销 通过这个传授交流 提供自己的地 自己总结的就是 任一生 我们肯定是你善意而观察 但只有自己的脑壳 记忆分析 看别人的操作 多看一次我就觉得不 看到别人整了笨 是一样自己 就是一个经验